那所以我所有的資料就請參與 我這個概要說明是 我們議會督促是要加速啦 所以我們會加速這個開會的密度 也拜託我們這些辛苦的委員 那麼來出席做這個小組審議 趕快做收斂 主要這裡面包括我們議會的建議案 或者民眾的陳情案 或者是通檢過程中一些吸索的調整 這案量實在是很多啦 那我們會加速 也拜託中央協助加速 好 那這個有關個案的部分 那麼大會有關心過許多案子 我覺得折二 一個是我們在 盧竹地區這個小學不夠用這件事情 那我們目前這個已經做都市計畫的這個 這個提送審議 目前在內政部啦 就是五湖國小這個案子 那另外又很關心我們中立地區 隆剛地區的發展 這其中這個隆池路要延伸的都市計畫 各位議員能夠了解我們是主案列出 那這個請參議院 目前有10處基地 那比較快的 比較快的有中路12以及巴德2 這個應該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初會陸續進到施工階段 這跟大會做報告 那剩下的這個因為資料多 那剩下的這個因為資料多 所以我就請各位議員能夠參與 那議會也關心說 那陳助的資格在哪裡 我們有兩年的營建期間 我們會提前一年 也就是在明年底定出這樣的一個陳助資格 好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有關都更的部分 那一方面有公辦的 一方面也輔導民間來支持我們的輔導 這個也請各位議員 那最後是我們的建管的部分 因為大會剛剛正在審議 也應該預期會通過就是我們土石方條例 那議會也責成我們會盡速能夠定他的實施細則 所以我們應該是必須在半年內會完成 讓我們的土石方的流量可以 那個盧局長 盧局長 沒有關係 等一下這個因為時間不夠 那等一下我們議員同仁 我們在詢問你在答詢 好謝謝 謝謝請坐 好接下來我們請議政局的陳局長做工作報告 以及主管介紹 謝謝 主席還有我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在開始做補充報告之前 我先介紹我們今天參加的這個主管同仁 我要從這個座位的順序來做一個介紹 第一位是我們的高副局長高金中 蔡金中 抱歉 第二位是我們的高玉坤高副局長 黃建華主任律書 黃專委 代表是科專委 所以我們林坤的林科長 朱元露柱科長 蕭巧如蕭科長 鄭凱仁科長 還有陳明龍科長 還有陳明龍科長 還有軍燃科長 還有我們地級科的馬專員 還有我們地權科的李科長 我們資訓科的陳科長 還有我們的高股長 我們秘書師的高股長 由於秘書師主任去做檢認的受訓 然後再來我們林士的李主任 然後我們那個 會計師的李主任 我們桃園所的王主任 中立所的劉主任 那個大西所的江主任 我們楊美所的于主任 再過來是我們的奴族所的陳主任 發德所的劉主任 還有我們平正所的范主任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把比較重要的做一個補充的說明 那市政府很重視的跟意味很關心的 就是我們市政府推動的期間計畫的航空程計畫 那航空程計畫在5月1號已經 所有的這個聽證程序已經完成了 然後聽證的結果 內交通部也做一個決定 有一個採納不採納的理由 然後送給民糧局跟我們桃園市政府 我們就根據他的這個聽證的結果 來做一個處理 那裡面提到 需要我們桃園市政府來處理的話 大概是有關於那個 那個文化的這個資產的這些 都市計畫的檢討這些問題 那其他的我們要做的步驟 目前正在從7月開始做的是 我們對大園跟盧竹地區的地主 做一個足戶的拜訪 然後問卷的調查等等這些 然後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 因為區段徵收是比較複雜的一個業務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這個居民 或獨立所有權不了解的事情 當面跟他們說清楚 把他們解釋清楚 然後這個調查大概在9月底會完成 我們就做一個分析 連那個聽證的這個報告 一起報到內政部獨徵小組去審議 這個程序就開始在進行 那因為蛋黃區的話 有牽涉到環保的問題 環品的問題 所以那個期程可能會稍微彈個嚴一點 但是我們蛋白區的第一期 是照我們的既定計畫來推動來做 那目前我們已經在做這些前置座位 那大概用地在徵收公告 大概我們預定在108年就會公告 109年就會開始來做一個施工 第一期的施工 把安置住宅跟那個安置借過 把用地取得以後 蓋好以後 再把整區要簽的 就簽到這個地方來 在整個地區做一個施工 那大概從112年到115年 作為全區的施工 就是有關於航空城的這個部分 再過來區段徵收的部分 就是捷運遠線已經完成都市計畫的話 大概有三個比較重要的是 A10、A20跟中立體育園區 那這個三個地區的話 因為我們報導內政部已經幾次被退了幾次 他們最主要被退的理由是說 你的開發需求 開發太大了 有沒有這麼大的需求 叫我們排定這個順序來 所以我們在 因為以A 所以我們市政府就研討決定以後 就按照A10、A20跟中立體育園區的這個順序來報 那A10的話 我們今年4月報區又被退回 那在7月7號我們又退去 又報到內政部去 那目前最主要安排來審查 那審查我想今年的A10應該會通過 那因為我們就照他的內政部的這個建議 我們排定這個順序 我們也說明開發這些地區有它的必要性 然後明年大概A20中立體育園區 陸陸續續的會來報給內政部來整議 這是有關於開發方面的 再過來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個 因為我們地政最主要測量登記 最主要是便民的 所以我們今年的6月27號擴大 跨手服務的登記的這個工作 除了八項比較要由主管所做一個調查 測量以外的 全部都開完可以跨手來辦理這個登記 再過來就是因為我們地級的測量這個問題的話 因為基礎很薄弱不是很正確 所以我們積極來推動地級圖重測 那我們全桃園地區的話要完成重測的話 大概剩下9 今年完成的話大概剩下9萬多筆 所以我們4年內會把它完成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簡單做這個 謝謝 好 謝謝請坐 好 那麼接下來由我們一言同仁 按照順序登記發言 第一位我們先請劉茂群議員 以及林立玲議員聯會議員共用10分鐘 謝謝 都市發展局局長 我請問你 我們的社會住宅 我們八的一號二號三號 目前的情形是怎麼樣 八的一號二號三號 目前都已經進到這個設計 這個貴要設計發包階段 你不是已經有幾號已經發包了 對 我剛才有報告說八得二這一塊 會是這個在今年提到明年初 會可以進到施工階段 就是東工 八得二施工 那八得三跟一呢 這還在進行 就在明年剩下的案子都會在明年陸續 設計完成審定後就發包 那什麼時候會好 預計完成時間大概在從107年底到108年間 就是到市長連 市長要再競選連任 這我們整個的這個4千戶能蓋好嗎 會跳票嗎 會能蓋成多少戶啦 大概4千戶 那4年內不會完全完成 就是市長一任4年內不會完成 所以等於市長的支票還是沒有辦法兌現嗎 還是有跳票嗎 對 不能說跳票啦 因為他確定一定會興建 在施工中 但是沒有辦法完工啦 是不是這樣講 那我從你這個社會住宅 我看到你們的規劃 有這麼完美嗎 有這個老人日照 親子館 多功能活動中心 還有菜園 是不是 這四項 還有我漏講的嗎 沒有就是親子中心跟公託中心 等於我們一二三上面都有 所有的我們的這些社會住宅都有 我們市府政策是一區都要有公託 都要有親子館 那已經有了當然就不必 上區都有嗎 不是沒有沒有 已經有了就不必再複設 局長我相信我們這個 這個你現在蓋的社會住宅 是我們巴德最棒的土地啊 是 是最棒的土地 我們不希望 當然我們希望 因為你有一些公益的嘛 有一些輔助這個比較 比較困難的家庭 我們不希望把那個 有一般老百姓會認為說 社會公益住宅 會有這樣的疑慮啦 因為住進來的人 會把這個房價偷垮 我相信不會 如果我剛剛做了一下功課 以你們看著這樣 是應該不會的嘛 是不是 不會托垮地價吧 不會啦 我希望你們蓋的是真的 這個是有品質啦 那另外我們軍方的那個 我們大南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住宅 大南的那個 北景營 將來的規劃是什麼 因為它地還不小 就2.2公里 所以有很多我們府內機關 會在裡面 做許多的地方 要我們巴德的 你將來規劃 是我們巴德的 運動中心在裡面 對這是主要的 消防隊在裡面 也在裡面 還有我們大城 大同跟廣龍裡的 活動中心在裡面 集會所沒有錯 集會所嘛 是 我們地方熱判其成 還有還有什麼 另外我們社會局 也會有公託中心在裡面 公託中心 對還有一個公託中心 公託日照 等於這四項全部進駐在裡面 四項還是我有漏的 沒有 沒有 那這些這四項 再多久可以完成 預估 現在在做土地撥用 我知道 那完了之後呢 一般的建築營建型 我們都抓兩年 所以我們這個 算不快不慢的 合理的話 三年也會完成 好三年 我希望在市長連任 可以巴德一張 漂亮的成績單 不要感覺畫一個大餅 我們也推了那麼久 那你現在移撥中 我希望能盡快的腳步 因為不管是 李明活動中心也好 我們期盼的 這個消防分隊也好 我們更期盼的是 國民運動中心 日照中心 還有一個日照中心 是不是 沒有錯 這四樣 是不是 我都希望這個盡快的完成 那我再請問地政局長 我們去年跟今年的 所有的巴德中路 肩膏 不管是去年 尋找土地 重劃 進帳的多少錢 去年大概一百五十幾億 中路標的比較多一點 一百多億吧 然後 肩膏二十八億多 然後 今年 今年的話 我們準備標兩次 第一次是七月二十七號 有標了 那個巴德標了兩億多 然後中路二十七億多 所以總共大概三十億 還不到三十億億 然後我們 對我們市庫也是不如小補 對不如小補 而且這個不是最主要是 為了財政問題 因為我們希望把這個土地把它釋出來 讓他們 我們市民來利用 來共同帶動整個地區的發展 謝謝 剩下的時間點 好 謝謝 請教我們陳局長 陳局長 我們那個 桂山地震事務所何時 正式成立 就是陳莉 我們現在是準備在 十月三十一號的 中午兩點鐘接牌 請歡迎各位議座來 跟我們指導一下 十月底嘛 十月三十一號 那還有一件我要反應的 就是說 我們桂山 這個公告限制 這個調整的 不合理 太高了 那這個我們會檢討一下 不過現在因為兩稅合一以後 皇帝一稅合一以後 你如果公告限制沒有調到一個 施定的程度的話 可能會被課所得稅 所以對我們的市民反而不利 因為所得稅的這個 皇帝合一稅的稅率是比較高的 是從40%開始 40%開始那個課增的 那我們增值稅如果是一倍以下 是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是比較低的 所以一般人大概可能要重合去考慮一下 那我們會實際的去反應他 如果有實際反應的話 你在兩年賣的話 那個稅就不會被課那麼多 因為 那課增值稅是地方稅 課所得稅變成是狀態 而且稅率會比較高 那今年要在這個公告限制要再調整了 我們會檢討 你要檢討 龜山我們稍微留意一下 該增加就增加 像那個A7站那邊 比較高是合理 其他地方你再把它調那麼高 也不太合理 我們也會考慮調查 好 謝謝局長 盧局長我想請教你 剛剛那個 當然我們 鄭文燦市長對於這個公營住宅 也就是這個社會住宅 這個 蓋得非常的好 也可受我們這個民眾的歡迎 但是呢 你有沒有發覺說 我們這個 這個 有沒有這個 最主要的就是租金問題 還有這個資格的審核 那我們有沒有訂定出來了 是 我們會在第一棟房子訂 蓋完前的前一年訂出它的租金水平 那一定會比外面的這個市價低 有分一般戶跟特別戶嗎 有分 那就是一般的三成跟八成是不是 對 我跟議員特別報告就是說 我們訂租金的一個基本就是 它要負擔的起 所以我們也會考慮說 它的經濟能力 特別是我們留給這個弱勢戶的部分 所以當然是比較便宜 那如果說在周遭的這個房屋出租戶 他們會覺得說會不會 因為你已經租那麼低了 變成他們的租不出去 他們的房屋租不出去 他們是不是勢必也要消價 消價來這個出租金 租金要消價 不會啦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有我們的租金補貼 那是對民間的 那我相信這個 這個 兩年 四年 這個是兩萬戶 那第一批我們四千戶 大概還不會影響 把他的房價這個租金拉下來 不會啦 這是補充供給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蓋這個 主要就是對於那些過去地下化的 本來他可以正常租 卻因為這個房東不太願意租等等的因素 那些我們把它補上來 我們沒有意思要跟外面的這個租市場競爭 其實有些比較辛苦的人 沒有什麼好處 當然啦 社會住宅當然是要幫助這些弱勢 當然一方面的話 有多餘的一般戶的話 他如果你這樣降下來的話 然後這個附近的這個租金也會跟著下降 那如果說他跟著下降的話 又跟這個我們的社會住宅的價格又一樣 那就我們這個社會住宅的一個美意就變成打折了 是不是也要跟著下降 如果附近的下降 然後變成說又跟這個我們社會住宅一樣 那社會住宅遇到這種情形是不是又要再下降 我們在外面租屋的人很多 那特別照顧弱勢的需求 老屋健檢啦 那現在就是老屋健檢的話 他變成說他健檢出來 他是這個圍樓啦 那到底是要拆呢 還是要叫他們重建呢 可是他們重建又沒有錢呢 那這個老屋健檢的這個作用 也就是白費功夫啦 不會啦 這個我們老屋當然會比較需求做健康檢查 那健康檢查也不見都是危險 那您問的就是如果有危險的部分 危險部分 那個我們會透過更新補助獎勵 他們又不要你公告出來 那不公告出來的話 他房子又不能住 像我們附近就有很多的海沙屋啊 他們又不想讓你公佈 然後他們又沒有錢來這個改建 那這個情形要怎麼辦 那你又 你到底要不要給他拆 政府對於海沙屋 像以海沙屋為例 是這樣的 一定要改建 政府莫容積獎勵的 謝謝 好 請坐 好 接下來我們請 余烏合議員以及黃景西議員 共用十分鐘 謝謝 謝謝 謝謝主持人 感覺好像不錯 剛發局跟地震局就跟他合作會 不然有路就有一次有路 要抗拒給我一次抗拒 每次抗拒 抗拒地震局 他說這是剛發局的事 抗拒剛發局說這是地震局的事 所以說這個感覺又回來了 副市長 我請教你 九月二十八號是什麼日子 應該是教師節 教師節嘛 老師愛上班 要不要 哲學老師愛上班 六天要上班還要 就是說目前了解是不上班 不用啦 決定六天一天 九月二十八一天 沒有上班 那麼公務人員要上班嗎 應該要 公務人員要嘛 九月二十八號 老師愛上班 公家的老師愛上班 蘇聯學校 老師不用上班 對不對 是不是亂了 亂了了 你知道嗎 你想喔 老屋建前 在我們剛發局也好 地震局也好 我們土層已經這麼大 會有一個業務量的時候 不再叫我們這個 行政團隊 加進這個老屋建前的 這個業務 所以說 這個要好好思考 不可以亂去啦 甚至我們的市長也有你說 如果沒有很完整的配套做事的時候 這下去做了 會死人 副市長你知道我意圖 我了解 因為老屋建前 不是說 馬上就是做 後面很多數量的問題 檢查的問題 檢查以後要怎麼解決問題 所以說不能亂 我們經過行政的市政的方式 這個方針 跟這個損失 絕對不能亂 基本上 我今天對我們的兩個單位 是保持均定的態度 也要把他們抗路 基本上 我們也這麼大的 這個業務量 我們另外也這麼少 所以說 好 那邊猶合 針對航空性的建議 要接 要要花時間 來猶合 你說 好 謝謝 那個 我先請教我們都發局 是 我在你的報告裡面 他這邊有針對說 我們市政府所開發分兩期 他第一期的面積是1160公頃 第二期面積是514公頃 第二期啟動的時間 是第一期開發區之產業專區 遭商達60%以上 使得啟動 這個條文這樣子規定 你看是不是開我們大人人民的玩笑 開很大 是 你看看 局長 他這樣二期是遙遙無期 還是什麼時候 我們市政府一致的立場 就不支持他弄成兩期 照道理來講 土地取得應該是一致性的 你要分幾期 分十期 那是你政府單位的事情 我們人民認知是說 不然你幫我訂修 嗯 你說不 你不要跟我壓這個蛋數在裡面 你壓這個蛋數在裡面 你知道我們五百多公頃裡面 住有多少人 那他們的土地房子 不蓋也不好 不賣也不好 種種都不能動就對了 那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蛋數是剝奪人民的自由 全力 這個 這個有沒有辦法解釋 跟這個遊言報告 我們在這次 趨增 趨增後會涉及到都市 這個設計畫的修正 我們還會再提出 局長 拜託你跟市長 跟中央 充分溝通 你說這種蛋數不能把人民給框住 沒有這種等式 我們要長 你ら 上我們人做 做這種行動的事情 把人民給框住 要達到 遭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啟動 要嘛你們就一次性的去購自己土地 你要分幾個 那是你政府的事情 好 那在第二項就是說我們的果林都市計畫 這個部分那天在我們大安老人活動中心那邊有開過會 我們人民一直質疑政府的消極作為 這個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已經經過35年 這35年有多少違章建築是政府所造成的 不是人民志願的 那我們請那天在那邊開會的有參與的人員 稍微報告一下你當在那邊當時有承諾說幾年以後要啟動 講一下 報告一座應該提的是那一天再講到這個後段 因為都市計畫如果是這個大園果林的部分 果林 大園果林的部分因為上次的部分是做重新公展的一個部分 重新公展之後我們會在部都委會這邊會重新再做一個檢討 那那天我記得是有關於時程的部分 因為後續是我們公辦的這個市地重劃的部分 那因為我記得那天是地震局的同仁來協助說明 我印象中記得是提到好像是公告之後三年三四年左右的時間 我希望說積極態度積極好不好 能能趕快做趕快做 好謝謝請坐 那我們現在地震局 市長我請教你 地質清查條例裡面 我們五全有發生一件 拍賣這個福德省的土地 這個案件裡面它宋達有瑕疵 你跟我做個報告給我好不好 我要知道說你們現在 它現在程序走到哪邊去 好沒問題 這個造成很大的一個瑕疵在裡面 包括我們的市政顧問也都一直在關心 你搞到人家的房子都沒有了那怎麼辦 好我把那個詳細的建構再送給一座參考 好 那麼再過來你這個報告裡面我們沙倫 沙倫產業專區這裡面 產業園區這裡面 我看你們的報告好像都壓在108年 所以說讓我感覺到說 我們大人有很多建設都是在等著航空城 你那個沙倫產業園區裡面 百分之70是公家土地嘛 百分之30才是私有的 那你這個在我記得說明 會是比我們航空城還早就開始在開辦的 因為它還要做一個那個開發許可的核准 所以現在是還在這個階段 因為我們大人就是有機場存在 有機場存在就是有貨物這個產業專區的需求 你跟他看我們現在的這一些倉儲用地 急需的再需要 你這個你沒有趕快去做以開發 你一直等等航空城 大家 我們沒有等航空城 這是兩個岸 當然是兩岸 我知道是兩岸 但是讓我覺得就好像你們都跟航空城綁在一起 都是壓在108年 不同科在辦理的不會跟航空城 不要讓人家一次感覺一次就要把大人給炒翻掉 好不好 要炒一次炒 不要這樣子 你該開發的 該做的 我們趕快來做 這個是我們沙輪這個部分 那個再過來就是說 我曾經提起過 我們中正東路交流道到民生南路口 這一段的拓寬案 我希望你們 橫跨聯繫 去把它找出來 這個權責是由誰來負責的 據我所知 他這一段 已經有辦理徵收了 但是有的有領 有的沒有領 但是最後無疾而終 但是你們給我的答案都不夠詳盡 我都不滿意 你要徹底跟我查出來 到底這個案件是為什麼無疾而終 因為現在我們去看 很多的房子都已經退縮好了 在等著你們把道路做翻 為什麼辦理徵收 徵收到一半 結果就放到一半 這個應該有虛地機關來處理的 如果需要有牽涉用地問題 我們來協助 主管機關應該是公務局這邊 對 所以說我說我希望說 你們在橫跨局勢的時候 你們跟我溝通好 因為這一段到時候 還有牽涉電線電纜地下化 種種的問題一大堆 天空斷橋你沒有做好 這一段就是呈現雍塞 每到上下班 大家都苦不堪臉 這一段我希望說你們用心 那麼再過來就是說 我們在辦理這個航空城區段徵收 你們的下鄉調查已經做得差不多了吧 那資料已經收集送往內政部去了 沒有因為我們到9月30號才會全部完成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統計分析 然後再報到內政部去 大概10月上旬 我們就會報到內政部去 那個 我們在這個辦理徵收區段徵收的時候 地價評估的時候 這個地價評估有沒有辦法 事先讓人民知道 可以啊 因為如果要去 要去協議架構的時候 這個價錢都會出來了 你像我們 我們現在 這個 客運連區的連環道路 到A15站這個 他現在評估都已經出來了 他在每瓶大概差不多四萬五左右 這個價格人民相信都是差不多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們航空城那麼大的一個建設 大家就說 你現在說以示範來徵收 以示範來徵收 以示範來徵收 謝謝 請坐 接下來請林鄭峰議員發言 謝謝 首先請杜花集 我們吳機長 是 剛才他們談到這個 什麼 勞務健檢問題 你們也想到說 三四年要健檢 當然啦 健檢不合格 買賣不會成立 但如果是遇到 他要辦你繼承怎麼辦 這不可以繼承了嗎 對不對 這最嚴重的問題 你們知道嗎 你要健檢可以 你政府成一個單位 做為 替老百姓做勞務健檢 不要每一件都政府去做 沒有必要嘛對不對 我問你今天你怎麼勞務啊 如果我辦你繼承 那健檢不合格怎麼繼承 要賣會政府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今天你要去向總統反應 不要在那裡做秀 該做不做不做一直做 對不對 沒錯 你把這一點 繼承問題幫我列列進去檢討 好 謝謝議員提醒 還有請問我們局長 上次我開桃園園鐵路地下化的時候 有位立委說 好遠是鐵路地下化 以後他的都市計畫開花的一個獲利 會增加好幾百億有可能嗎 應該沒有那麼多吧 那我問你做高價跟地下 對土地開花獲利有影響嗎 兩邊一定會有獲利的 我相信這個土地的價值一定會大幅提高 你地下化跟高價的土地並沒有增加嘛 也沒有減少嘛 只高價跟地下而已啊 他講說中央會場高興 地下化以後會增加好幾百億的收入 因為立委這樣當場講的啊 增加是一定會的 當然這有差啦 那頭情處沒有 你推地下化不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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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拿一些不實在的市值 來欺負老百姓 你地下化跟高價 旁邊的土地 還是一樣的旁邊的土地嘛 上一區還上一區 農地還是農地啊 沿線並沒有很可以 再搬你都市計畫的土地了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你們政府單位委託規劃單位 不要說為了幫政府 沿發這個計畫 弄一些不實在的機會 都報告出來 欺負老百姓 這個是要納入鐵路地下化 周邊土地開發評估 這是中央要求的啦 那我們也認為一定會有 這一個價值的增加 但高價跟地下價值是一樣的嘛 只是景觀差好而已嘛 對不對 你以為景觀就很值錢啊 景觀很值錢 我要做官價可以看風景 做地下鐵路不能看風景啦 那你值錢 觀點不一樣 對不對 花八百億值錢嗎 我不反對 但是不要去造假 他還說 鐵路地下化以後可增加 減少幾個評價到 那高價沒有減少評價到嗎 就要幫他這樣寫你們知道嗎 非常惡劣啊 再請教我們領口特區第四次通版檢討 現在請你到哪裡 領口特區嗎 領口特區現在是 市通啊 不是你們辦的沒有錯 但是你們也要去關心啊 是 我這邊補充一下 這個圖管的部分 他已經審訊了 目前在這個計畫內容的第四通的部分 目前草案的部分 這個內政部引建署 還沒有做正式的公告 那我們收到的訊息 大概草案的部分 會在十月的時候會做公告 那是內政部的事情 我不怪你們 但是 上市會議 我就提案說 要把 領口特區裡面的 都市計畫的主導權 改由桃園市跟新北市共同來主導 你們去爭取了沒有 這個抱怨 據我了解 有 他們也答應說 在這一次的通檢之後 那麼下一次會正式評估 讓我們地方來接受這個 那是這一次的 市通裡面一起辦理 等下一次呢 要等再等四年 他們如果已經進行到一半 也差不多了 所以他們建議一下 你可以把它安拉進去 只要我們桃園市跟新北市接受 他們不能反對 十年審他就叫我們去接了 我們不接而已 對不對 不會啦 這一次算清楚了 能不能在這一次的市通裡面 做結論 不可能 不可能 但事實上他不會寫入都市計畫的 案裡面 這應該是做 可以安拉進去 以後以後 我們桃園市跟新北市主導啊 你不只先進去就沒有用了嘛 對不對 互作比較清楚一點吧 對 是 對 我想這個 我們一定要根據 那個 我們龜山好幾個議員的意見 盡量 原來是由中央來擬定的 那個林口都特定區計畫 由地方政府來 對 由地方來擬定啊 因為我們能力啊 跟以前比較起來強很多了啦 強不強都要接啊 再不接 完全沒有建設了啦 因為現在是 那個山不立花樹 龜山就這樣一千公頃 你知道嗎 對對 這樣的話 對我們桃園的老百姓 會比較公平一點 不然的話 我們權益他比較少少 好啦 謝副市長 請教局長 我們大綱DC有三個市場用地 一個已經變更為派遡手用地 還有兩個沒有變更 我們現在一直要找 運動中心用地找不到 我希望你馬上提出申請 把其中一個變為運動中心 因為市場用地現在已經 不如實在需求了嘛 都給超出期待了嘛 所以他一個用地是一千坪 足夠做運動中心 找不到運動中心用地 可以把市場用地 找一個變為市場用地 限制市場以前提出申請 不要再搞一次資助機構檢討 可以嗎 好 就照這個 那個那個 藝座的指示 我們來檢討這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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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更他的使用用途 如果他已經 確定不會再去做市場開發的話 好 請坐 請問我們地震局長 藝座好 感謝你們支持 歸山地震事務所成立 說10月31日 少年年中 我們期待這些時刻的到來 正在講 地震事務所從我以前 當藝人申請到現在 謝謝藝座的支持 再請教說 你們原來在歸山公所 裡面有一個大範圖嗎 現在彩色了嗎 歸山公所裡面有一個大範圖嗎 工作站 工作站 移到哪裡去 可不可以移到我們大康地區呢 因為大康地區的土地面積 地震的比數 超過歸山一半以上 兩地相距差不多七八公里之也 一個人而已嘛 設備是固定的嘛 這邊也不用多錢 隨便放下就好了 我們研究一下 我是建議說你們跟附贈同設在大華拍手裡面 他場地很大 有一個櫃檯而已嘛 方便那邊的人 這樣對你們地震驗物會更加幫助 更加有注意啦 可以這樣子吧 應該沒問題喔 請坐 要請教我們局長 那個 河川用地的整治分割都辦完了嗎 看蓄地機關有需要 我們就會來配合來分割 他已經化設完成 你們就辦你分割了嘛 怎麼蓄地機關才去辦呢 我請柯長說明一下 運作包括按照那個水利法的規定 他必須要實力點掉裝備 給我們地震宿所才能夠辦理機關分割 這樣就不對啦 副市長 我們核山整治縣的化設 從東立委到現在 現在已經化設完成 因為南橄西 我們要他95年化設 到現在還沒有完成作業 他已經化設完成整治縣了對不對 你一定要把土地分割出來嘛 那分割有困 那不是問題啊 分割以後 請水務專會把這個裝訂出來 我們就去配合分割 那就變上一個部分還沒做到 裝位還沒訂出來 交給我們 我們就來分割 配合分割 南橄西一直沒有辦法整治 你那裡面有說說 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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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連絕水務局如果需要整治的話 把裝備弄出來 我們就不會 我們先知道 上次103年 中央政府已經規定說 核酸用地可以容積移轉 其實還沒訂比例而已 說新北市不同意 但請副市長去努力一下 新北不同意 新北市你們不要做 我們要做啊 是不是會後趕快找水務局 OK 談一下 我也可以來召開會議 到底是怎麼回事 趕快去催促一下 還有容積移移轉 聽說是新北市不同意辦理 因為他們 淡水的面積太大了 對啦 但是我們桃園市五個核酸 清在市裡面 我們不能不做啊 嗯 所以說那種 容積的比例問題 他已經公告 核酸用地可以半容積移移轉 但是沒有定比例 我們就沒辦法進行 你說定比例定出來以後 我們政府不要花錢啊 他們自己辦容易就好了啊 好不好 請你們努力一下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陳麗麗議員 以及陳瑩議員 共用十分鐘 請開始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在這裡想請問獨發局 劉局長 是 我們這個公益大廈 你的資料裡面 說要提高服務品質嘛 那他有很多的相關的一些刊物啊 包括規約範本啊 這些東西 你們在書面資料上都是說 有問題的話 上網查閱 上網查閱 但是你知道嗎 現在公益大廈 對我們桃園市來講 非常的多 那很多的資訊 你就靠著上網來查閱 那我就想要說 我們市長有很多施政的東西 施政的這些成績 他都寄到我們每戶人家裡給我們看 他為什麼不寫上網查閱呢 不過是為了宣傳嘛 讓大家知道市長做了什麼事嘛 那既然是這樣子 有的人想看 有的人不想看 可是 你就會寄到人家家裡去 可是公益大廈的這些規定啊 是跟他們權益有關的 你要他自己上網看 我建議是不是可以用寄給各大樓 好 謝謝 這會困難嗎 這是好主意 我們早辦 然後 局長應該知道 我們有 桃園市有登記的公益大樓有多少 公益大樓組織有幾個大樓 五千多 多到哪裡去啊 五千 五一五零啦 你們自己提供的資料 你大概沒有看 好那我再請教一下 那個我們盧竹的運動中心 在設計上來講 裡面有羽球館 有羽球館 那你不知道我們盧竹鄉本來就有一個羽球館嗎 謝謝 我所了解 我這裡是不是可以變更一下 不要說本來就有一個羽球館 你現在做一個運動中心 裡面有一層又變成羽球館 好像有一點沒有發揮到我們這個項目的一個來需求 我來提醒 因為盧竹那羽球館也很好 所以應該是不要重複 這我來提醒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之前有講過 但是你們沒有注意 那另外就是有關盧竹運動中心 他本來的地點是在內政部兒童之家 然後已經都要發包的一個案子 卻因為選舉的關係 陳情仁的建議所以變更了 變更到我們的這個十三公園 公十三公園 那而且這變更的速度非常的快 內政部兒童之家變成了一個公園的用地 然後呢那個十三公園呢 原來的這個公園變成了盧竹運動中心的地場子 這個中間的變更啊 103年的3月啊 這個都基委員會審議通過 7月呢就核定了 效率之高啊 太好了 可是請問一下 延宕了這麼三十多年的文高用地 怎麼到現在還在續審呢 文高用地 你要變更為文小跟住宅區的整體開發嘛 對不對 從這個三十年前 他都市計劃就是文高用地 但是呢 需求的關係啊 把原來的文小變成文高 那你這個文高我們都建議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的一個變更 為什麼沒有像爐竹運動中心 效率這麼高 然後還在審 要審到什麼時候啊 家長一直在問呢 事實上沒有很慢啦 已經進到這個 度假都通過 也進到這個驅增小組審議 因為有部分地主是建議說 可不可以把驅增變成重化 那我們也打算接受這樣的建議 所以正在提案 讓這個小組能夠同意我們這樣的改變 那或許將會加速 不然地主意見也蠻 蠻 當然我們要尊重一下地主嘛 有這樣的需求的話 當然想辦法來處理 可是一脫脫的時候 三十幾年整個教育工作 教育推動 家長接送孩子 都是問題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政府的速度要快一點 我已經從地界講到現在了 已經有十年了 還要再等多少個十年 所以這一點希望 我們這個路發局加油一下 好不好 是 好 那我們這個地震局 地震局在那個 議員好 A10站 A10站 我看你們這個都已經 這個審議通過 在辦理區段爭爭中 是不是 是 對齁 這個案子也報到 我們7月7號又報到內政部去了 它可能排在 10月上旬會審 就是說這個A10站的一個推動 剛才我也聽你報告了 還有20、21 你們這三個重點要處理 我覺得這樣非常的好 但是效率要拿出來 21還在都市計畫中 中立體育園區 A10、A20跟中立運動園區 三區 對沒有錯 那我現在要強調就是說 這個 我們的市長呢 之前在選舉的時候就講到說 A10、A10、A10、C12、C13A站那邊 那裡呢 當時有講13A 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畫定為區段徵收的範圍 還是 那個也是在都市計畫檢討當中 也有要把它準備列入區段徵收的 這個作業 但是還在去 你這個的意思是說 當初市長有講 這是一個圖利他人的一個案子 那你們現在把例如區段徵收 會把池塘都畫進去的話 那不更落實了人家講的話嗎 這一點要不要考慮一下 現在正在檢討當中 我們跟都化局會來檢討 好這一點我們特別的在注意 希望說我們管理單位都能夠 把好小心來處理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陳議員 我想請教一下盧局長 我們國土計畫法已經在五月開跑了 對不對 那原住民 所有原住民族保留地呢 只要一聽到一些國土計畫法 或者是怎樣都會有點憂心 因為不了解 那我想請問一下局長 那您對於國土計畫法 它對於我們原住民保留地 到底是好呢還是不好 是 這個國土計畫法本身 總是兩個啦 就是一個就是保育跟管制 那因為還有原住民法的進合 那我相信國土計畫裡面的進合 會以原住民法的保障為優先 那就是我要聽到一個局長呢 針對那個國土計畫開跑之後 對我們原保地的認知喔 沒有錯 在我們的原住民委員會裡面呢 它就有訂定一個我們的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那當然國土計畫法是在七年內呢 我們可能就全國都要 都可能要取代了 那在這個當中的執行計畫 還是要由我們的縣市政府 要下我們去部落 去徵詢部落人的意見 然後也了解它我們整個部落的傳統領域 以及我們的生活型態以及文化這些 就是要落實我們原基法的21條 那我希望在未來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下去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會議透明 因為我們原住民保留地過去 因為區域計畫法有很多的限制 讓我們呢有很多的生活上文化上都流失喔 那所以才衍生到現在桃園市 是我們在都市居住原住民最大的一個縣市 有將近也快到七萬人 所以就衍生一些問題喔 我剛剛是在講 未來我們去做一些執行計畫的時候 希望我們能夠到原鄉去落實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喔 讓我們再次在六都也好 其他原住民縣市 我們能夠又成為一個典範 我們能夠落實原基法 那在過去區域計畫法衍生的一些問題呢 讓我們桃園市成為原住民 朋友最多的一個地方 謝謝我們大家所有的努力 我們現在剛剛聽到一些 我們的社會住宅也在進行中喔 過去有很多的議員關心 就是針對我們原住民 在社會住宅到底我們保障的比例是多少 過去區域計畫法裡面喔 我們原住民的土地 原住民的土地 有我們二十六萬多公頃 那裡面呢 有百分之九十八分散在非都市計畫裡面 林地佔六十四點九 農牧用地佔百分之二十八點六 建築用地只有佔零點六 所以在山上 不管是哪一個族群 復興也好 花蓮台東台中苗栗宇蘭也好 那這些來這邊居住的鄉親 在原鄉已經沒有建地了 來到這邊希望有一個新的故鄉 我希望用書面來回答我好了 到底保障我們原住民 能夠成為社會住宅的一個保障比例是多少 請坐 就叫一下我們的局長 我看你報告裡面 我們鄉村區也進行 一直在進行當中 有八個部落 八個部落從我上次提出來 大家有很努力在做 可是八個部落現在只完成一個 還沒有完成啦 還是前半段的作業 都要將近兩年 如果八個部落做完 是不是就要十幾年 我希望大家能夠積極一點 我知道可能主管的單位 不是只有你們 也包括我們的 可能區公所要發動 還有我們的 我們原民局 那既然你今天有報告在這邊 我希望你能夠整合大家的力量 讓我們八個部落能夠很快成為鄉村區 因為原民會 原民會就在等我們桃園市的表現 成為大家的主辦 大家努力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施章文議員發言 謝謝 謝謝副議長 那個我們都發局 盧局長 我想你剛剛那個在公眾報告的時候 還回答我們議員的時候 其實大家有詢問到有關於老屋見檢的這個部分 那我請教一下 那個我們現在目前已經在執行的這個老屋見檢的這個部分 中央給我們補助多少經費 3.8億 3.8億 那你目前呢 就是得到我們桃園市政府補助的這個老屋見檢的這個戶數有多少 統計到920是920 什麼920 9月20號 大概是923個申請案 多少案 923個申請案 92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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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的這個資料 裡面是那個2萬6千多 2萬6千多棟的這個戶數嘛 那我覺得其實政府單位 編列經費來做這個老屋見檢 我覺得這很好 因為第一個 是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這個安全嘛 否則的話 一旦因為這個耐震度不夠 那個產生地震的話呢 那造成的這個災害 就無法做估計 那根據我個人看了今天的這個報紙 還有我上網去找了一些資料 根據內政部的這個統計呢 全國登記有案的這個住宅呢 有844萬戶 其中屋齡超過30年的 有384萬2千戶 那全台的這個屋齡呢 平均是28.91年 那對我們桃園市的這個住宅來說呢 屋齡雖然低於全國的這個平均值 但是呢 屋齡平均大概也有23.92年 那屋齡超過30年的這個戶數呢 有25萬3千戶 佔全國的6.6% 排名全國第六 那看到今天的報紙 那都是頭版頭條說 內政部宣布 明年的這個老屋的這個買賣 必須要付這個見檢的這個證明 我不知道局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相信內政部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 並且進到這個住宅法修法 因為住宅修法是內政部提出 行政院通過還要立院點頭啦 所以有點時間 那他還是決定要這樣做 原因應該是利益良善 但也提到很多這個要有配套啦 不是 我想 其實我們很多的這個政策 當然是利益良善 但你實務上到底能不能夠執行 卻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最重要的是相關的這個配套措施 你到底有沒有做得好 那至少我看到這個政策一宣布 新聞媒體一報導之後 我個人有一些疑慮啦 我第一個我提出我的這個看法 第一個 其實老屋超過30年的這個老屋 到底需不需要見檢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像我們每一個人嘛 你在成長的這個過程 可能因為環境的問題 因為飲食的這個問題 因為運動的這個習慣 都可能會影響到你的這個健康 對不對 那有的人他如果有需要 他去做這個健康檢查 也考慮到所謂的這個經濟上的一個負擔 有的人要去做尊爵的這個見檢 有的人可能就是一般性的這個檢查 或者是這個陽春行的這個檢查就可以了 那我們今天中央政府呢 你驟然的這個宣布這樣的一個政策 其實是會造成我們老百姓 就是很多的這個民怨 那第二個呢 對於老屋這個中古房屋的這個買賣的這個這個市場 我覺得也會造成很大的一個恐慌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你如果這樣一宣布 我們全台有384萬2000戶的這個老屋 超過30年的這個老屋對不對 那你政府或者是委託的這個單位 到底有沒有能力去消化這樣的一個 就是檢查量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呢 那老屋呢 因為你見檢呢 你到目前為止 你沒有規劃一個 見檢的一個範圍 那你見檢的項目到底有哪些 見檢的這個費用 出來的這個結果 或者是費用 到底要由誰負擔 是政府全額補助 或者是政府要負擔二分之一 還是這個三分之一 對不對 那都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那哪一個單位呢 要來做這個執行呢 是中央的這個營建署嗎 還是我們各縣市政府的這個都發局 還是我們都發局下面的 我們的這個建管科 或者是我們公務局的這個 興建工程處對不對 你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說明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說 你針對的這個30年的這個老屋 你是針對個人持有的這個部分 你也要做老屋的這個見檢嗎 還是說你在做房屋權利轉移的時候 那承受我們剛剛議員提到的 房屋權利的這個轉移 第一個就是買賣嘛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繼承的這個問題嘛 那這些都要包含在這個 付老屋的這個健檢證明嗎 是不是這樣子 好那再來呢 我覺得其實我們政府 我們老百姓當初買任何的一棟房子 其實他的信任機制呢 來自於我們政府合發的兩個政見 什麼政見呢 一個就是建築執照 再來一個就是使用執照 你建築執照我們建商呢 你把相關的建築圖說對不對 送到我們監管單位去做審查的時候 我們監管單位必須要針對他的這個結構圖 或者他的這個所謂設計圖 相關的這個設備圖 來去做這個審議嘛 是不是 你審議完成了以後呢 他必須要有相關的這個保存 保存的這個黏線 就是保固的這個黏線嘛 那再來呢就是使用執照的這個部分 你使用執照你要發給他的時候 你必須要我們相關人員 你還要配同一起到現場去做這個會看對不對 那你如果會看不實在 都可能造成一些老屋 或者是更嚴重的 可能新建的這個房子 可能都會產生一些結構上的問題 造成這個危險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對於這個政府 驟然宣布這個老屋見檢 需要付證明 那我個人的這個看法 需要付這個老屋見檢的證明 我個人的這個看法 我認為太過於草率了 我們的中央政府是瘋了嗎 是不是 是瘋了嗎 你在做一個那個政策的時候 你不需要聆聽各界的這樣的一個意見嗎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拜託一下 局長你應該蠻有機會 也可以到中央去做這個開會 否則的話 因為很多相關的這個措施 必須要由我們地方政府來執行嘛 對不對 那你第一個 就是相關檢驗的這個單位 他有沒有這能力去消化這樣的一個減減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地方政府到底有沒有這個 這個人力去配合這樣的業務的一個推行 對不對 第三個我們有沒有這個經費去做配合 我覺得這個都要做一個考量啊 否則的話我覺得這個政策雖然利益良善 可是是一個老民的政策嘛 是不是 拜託一下好嗎 好是這些議員所提醒的那個 我們都會在未來會參與的會議中 會逐一提出 這應該也都所謂的帶配套事項 中央應該也意識到這些問題 應該會釐清 好 謝謝局長 那再來呢 我想局長 因為你剛到都發局沒有多久 那我以前我講過的問題 我在這邊再重新再提出來過 第一個呢 我們桃園市公共設施保留地 那麼有1890幾公頃 那那個我們 當然我們全國的這個公共設施保留地 未徵收的這個部分呢 有25700多公頃 那我們桃園呢 就有1895公頃 那到現在為止 很多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呢 被保留在那邊 政府沒有採力去做徵收 都超過了四五十年的這個時間 對民眾的這個權益來講 可以說是影響非常的大 那我也知道我們現在在做一些 專案檢討 但是我希望這個速度 速度能夠加快一點 因為這些公共設施保留地 那它可以透過幾個方式 來做那個解除嘛 那第一個你比方說 用解編的方式 就是通盤檢討的方式 那第二個用容積移轉 那第三個呢 就是用換地的這個方式 那我在上次的時候呢 我也跟這個媒體做一個表述 其實你這個換地這個政策 如果沒有辦法達到 我就建議你取消 為什麼呢 因為你今年提出了 46坪公有的非公共設施的這個保留地 要提供給民間來做這個申請 你報告裡面也提到 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提出申請 為什麼呢 總共加起來46坪 最大的坪數是多少呢 0.9坪 最小的是多少呢 14坪而已 那我就請問你 那你提供46坪的這個土地 你要跟誰換啊 誰要跟你換 那這些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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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吧 還有你 好嗎 wait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楊朝偉議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地震局長 議員好 辛苦齁 今天是你單位質詢 我也蠻用心的 想去你們的網頁稍微看了一下 但是你們的施政目標的部分 為什麼還是在104年 你們可以說明一下 今年是第幾年 1.5 你為什麼一直沒有更新 不好意思說 這部分我們那個樹肉忘記更新 這部分我們趕快回去更新 因為一般民眾的話 不要說我們議員 我們在看資料的時候 我們很關心的時候 就上你們的網頁看 還是去年度的 我覺得對於地震你們一直在更新一些 包括一些重測 什麼一些所謂的一些業務的部分 我想這部分希望能夠再加強 第二個我想特別提一下 有關於地極重測的部分 大溪的部分 我想特別了解一下 我們大溪目前進度如何 什麼時候能夠完成 是不是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大溪的話 那個地極重測 大概要有五萬多比 到目前已經測了三萬多比 那我們整個計畫大概要到109年 大概四年內 全部會把它測完 大概幾年 一百零九年以前把它測完 好的我想盡快 因為我們大溪 地震部分 包含農潭 跟我們大溪復興 我想這部分 希望盡快的 因為避免造成 因為這樣子長久以來 沒有這樣子造成民眾的糾紛 對這個會比較正確 也造成大家困擾 好不好 針對這部分 我想地震單位 希望能夠稍微用心一點 是的 你請坐一下 請問一下 杜巴菊 請問一下 還是一樣 我還是要特別提到一下 就關於天下雜誌特別提到 我們2016幸福城市調查 我們的每萬人的公園綠地面積 僅有1.4公頃 那警告於宜蘭 全國倒數第二 那在你的私人報告裡面 你也自自未提 我不知道說 針對於你 你來我們這邊 因為你過去 在台北市都發局待過 在台東你也待過 在高雄你也待過 那我想 以你的專業 你如何針對於我們未來 大桃園整體的 這所謂的公園日地的開闢部分 你有什麼想法及看法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是 我想這個謝謝 兩個管道 正規管道當然是透過都市計畫的檢討 盡量去畫出 也是長久的品質 第二就是議員也很熟悉的 我們現在對於這些軍方的閒置土地 這雖然不能夠紀錄到公園 但是卻實質可以享受得到 那這一塊我們也進行得很深了 所以利用這兩個方式來解決我們公共設置不足 我想一方面是帳面上的數字 一方面是人民實質感受 因為你剛剛特別提到過 人家針對這個數字的調查 是針對你 不管你 我舉例來講 譬如說你 任何一個重畫區 你一定會 依照它的規律 相關的 依據它的比例 來做所謂的日地的開闢 對不對 那我請問一下 譬如說 中壢區現在已經飽和了 你要如何增加它的所謂的公園日地的 一些相關的一些範圍呢 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已經成熟的繼承區 坦白講很難 很難嘛對不對 很難 你就應該在臨近的 譬如說 中壢旁邊的平鎮 或者是在巴德的部分 我想來增加 這部分是不是因為 我想你在待過那麼多的縣市 包括台北高雄你都待過 我想你的專業 我想針對這部分 我希望未來 針對這個部分要提升我們桃園人 的生活品質 我們這綠地的開闢的部分 我希望不要太難看 不要說是六都最後一名 是全國倒數第二 那這個部分我想盡快的用想辦法 包括市長也承諾說 以後是不是將來 河濱公園開闢啊 將來做一些什麼大規模的一些規劃 我覺得希望能夠用你的專業 真正的能夠來做好這樣工作 好不好 好 第二個我再問一下 有關於我們桃園市 這是老問題了 我們學校校舍的部分 教育局的部分在學校有八百多棟 他有還沒有建造的 無建造也無死造的 然後社會局的活動中心也有很多這樣的狀況 我不知道這樣的狀況已經滿久了 我們要如何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呢 我就是所知道這兩個部分 就是活動中心或學校 這各該兩個單位 他們有做優先的這個叫做減檢 那涉及有比較危險的部分 他們會逐年去反應編列預算 但是裡面有些坦白講 有一些也是違章 那就對了 因為是你們業務範圍 民眾就很簡單 民眾的違建你要拆 像這樣子的違建 你們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部分我想說 這是老問題 那學校還有我們各社區的活動中心 這部分我希望能夠加強的來看 用什麼方式來解決 要不然的話你坦白講一點 你就跟你講的一樣 你們的業務嘛 反正違建 第一個就是要它拆除 第二個要不要限期改善 它能夠改善嗎 沒辦法改善嘛 對不對 你也不能老是問題擺在那邊 然後學校要改建也沒辦法改建 你像我們社區的活動中心 我們想要一二樓 想要說老人家比較多 想要加裝一個電梯啊 沒有死罩 所以說不能夠 不能夠來申請 我覺得對我們社區也好 對學校來講也好 權益受損非常的大 所以這部分我是不是建議 建議我們業務單位啊 趕快的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來協助社會局 來協助教育局 來改善目前我們所面臨的狀況 要不然的話 老師這樣在那邊沒辦法解決啊 好不好 而且教育局部分有八百多棟耶 八百多棟有這樣子的狀況 好不好 這部分我希望我們業務單位 特別要來重視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第三個啊 我再提一下啊 今天我想大家都非常關心的 就是 老屋的問題啊 說販賣以後老屋 必須付安檢的部分啊 那我想請問一下啊 我們 老屋 健檢的部分啊 我們現在目前雖然說 我們有爭取了 好像是兩萬六千多戶嘛 是不是 金費啊 那我們 我們有多少戶來申請啊 目前是923件申請案 是這樣子齁 那我這邊有個數據啊 那也是報載的齁 就是 推廣一個月啊 才50件 才169棟齁 那我想 為什麼會那麼冷清呢 你有沒有分析原因呢 我想 可能是我們宣導不利啊 這個我們都知道了 所以我們 會有班 說明會也會透過地方 除了宣導不利以外 政策的這種方向 這種推動 你覺得 就你的看法 就你的專業看法 你認為呢 民眾的接收度 你覺得呢 一開始民眾會有憂慮 說 哇這個房子檢查出來 有問題會怎麼辦 或者是說 這個 這個 那個 我的資訊會被揭露嘛 大家都不喜歡嘛 所以但這一批的這個健檢 事實上是 知道的 只有我們的結構技師 跟申請人 這不會 所以慢慢他們這個新 我覺得政府的 政府的利益良好 因為它是針對於八十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號之前 所有興建的這些 老舊的這些 房舍的部分 能夠來做所謂的健檢 但是你健檢的部分啊 第一個 你只是做所謂的粗檢 粗檢的話 它有好幾項啊 但是你們 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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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你們只 你們只針對八 一戶八千塊 一棟八千塊 針對什麼 耐震而已嘛 因為他們怕地震會倒掉嘛 是不是這樣子 那實際上 如果就跟你講的一樣 如果你檢測出來 很嚴重的話 後續的相關的 再深層一點的 再檢測的話 那費用是非常高的耶 那個錢要誰 誰要來付 我請問一下 我們市政府會負擔百分之四十五 那三十萬為上限 所以有些部分市政府 有些部分他們還要這個 自己要這個做支付 對嘛 所以說你相關的一些 這種老屋見檢的部分啊 不要說整個整個 譬如說今天報宅特別多啊 我們屋齡三十年的齁 我們全台就三百八十四萬戶了 那麼多了 那桃園幾乎你看幾乎 兩間叫一間就要有這樣的檢查了 所以說未來我想說 是不是針對於 我們這樣子的政策的部分 當然第一個 我們看如何來繼續來推動啊 第二個 配套措施啊 一定要出來啊 要不然的話 現在會造成民怨啊 我的檢檢出來的時候 房子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萬一這種資金公開的時候 我房子賣不出去我怎麼辦啊 會不會咧 大家會擔心啊 所以一定要把遊戲規則弄清楚再實施 對 所以說我這部分希望拜託一下 要不然的話 你爭取了兩萬六千多戶 然後爭取了三億六千萬 照理說民眾應該搶著來 哇不要錢的 政府幫我來做老屋見檢 我應該是很高興的一件事情啊 結果 冷冷清清啊 冷冷清清啊 沒有人願意來這樣子 所以說你面臨很多的問題啊 就是沒有配套措施 所以說未來我想針對於 老屋見檢的部分啊 將來包括政策的部分 當然你說那政策 當然還在推動當中啊 不見得會這樣子來實施 但是 我們還希望說 未雨綢繆啦 好不好 針對這部分 希望用點心針對於 我們老屋見檢的部分啊 來多關心一下我們桃園市 我們所有桃園市民 我們的生命之下的安全的問題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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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請坐 好 接下來我們請葉明葉議員 以及梁維超議員 共用10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的這個盧局長 今天早上啊 所有的議員啊 都在關心這個頭條啊 這個老屋見檢的問題啊 你想一想喔 真的是 這個 這個政策一出來啊 可以說是衝擊非常的大 你想 這個 有集體住宅做見檢對不對 也有 應該有單個體戶的這個 個體的別墅 或者個體戶的這個住宅 這個做見檢嘛 當然 剛剛有提到 這個見檢出次是這個費用 是由政府來負的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那等於是說 掛號費 掛號費由政府出啦 檢查出來啊 生病的時候啊 不管是大毛病小毛病啊 你這個民醫啊 再怎麼厲害啊 把脈一把出來的時候啊 就在那單死啊 為什麼呢 沒錢好拿藥啊 沒有錢好醫療啊 沒有錢好醫療啊 沒有錢要醫治的時候 就等著等死嘛 你們以為說 這個老屋見檢啊 這個買賣要付這個證明啊 就能夠帶動新房子 現在的新的房子的空屋率嗎 我告訴你 這個老的房子檢查出來 有問題不能夠買賣 沒得買賣的時候 他想要去買新的 他也沒那個能力 可能也沒那個能力 有很多想說 我來換 從小的換大的 或從舊的換新的 是不是這樣子 那有很多 第一次這個買房子 這個手勢購物的 他也想 那我 我因為我現在這個 這個房價這麼高漲 那我來買這個 買買這個 買這個 這個二手屋 這個老屋 這個二手屋 或者是三手的 可是 那因為見檢 有問題啊 破壁你不敢去買啊 那你說這個問題 有沒有嚴重 是不是 對老屋也衝擊 對新的這個建築 也受到很大的衝擊 所以說啊 這個政府做事情啊 配套措施沒做好 第一個 第一個政策下來 當然 你會講說 那是中央決定的 可是 很多的這個推動 事務的推動 這個規劃包含很多的作業程序 都應該是落實在我們的地方嘛 是不是 都應該會委任 就會交由我們地方來做嘛 那你何不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是不是 有這個機會 是不是趕快積極的 來跟中央政府來做反應啊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那你今天早上這麼多的 這個議員 有這麼多的這個意見 你有什麼想法 好 我簡單提一下 這個的立法 我相信本意是說 讓買賣雙方的交易資訊公平 就好像以前的那個房價 沒有錯 我們知道嘛 但的確像議員所說 他還有比較好的這個配套 來防止他不好的副作用 像你剛剛提到的 有些人會擔心嘛 那這些 所以我認為一開始會比較 像是實驗性質 比較鼓勵性質 那會不會立刻到 立法會有比較長的 這個立法審議期間 會充分反應人民的 擔憂和意見 所以我們 凡是有政府的意見都會有 我想我想整個這個行政團隊 都應該好好把我們每一個議員 所想到的這些問題 好好去做一個通盤的檢討 不要這樣很斷然的 一個政策丟出來就趕快去做 然後想說 反正盯頭 中央要我們做 地方就是跟著去做 反正你講你的 我聽我的 我想這個問題 會不斷的不斷的衍生 那一發不可收拾 我想今天 前面的意見到 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回去 好好的 審慎的來思考一下 另外我想 除了這個部分 我想 這個 節能減碳 現在我們都要推動 那個什麼 魚菜共生 這個什麼 可是呢 我們這個 一方面 一方面 這邊又要拆這個 違章建築 那很多他說 政府在推動這個 節能減碳 魚菜共生 我明明是做的是魚菜共生 為什麼 要來拆我的違章建築 那你說 沒有申請雜像執照 那我覺得很奇怪啊 政府就要推動這個政策 你這邊又要叫人家 請什麼 請什麼執照 你眼睛不會看嗎 這本來就是 魚菜共生 一看就知道了 為什麼還要 要多一個手續 要去請什麼 雜像執照 那你不是找老百姓的麻煩嗎 是不是這樣子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嘛 是不是這樣子 你既然要推動這樣的政策 那就很簡單 一貫性 好 如果你是真的做這個魚菜共生 那除非你們是沒有能力判別說 他這樣的這個做法 這個不是 這個魚菜共生 還是不是魚菜共生 除非你沒有能力判別 相信你們都是專業的 一定有能力判別嘛 那就不要有 不要找老百姓的這個麻煩了 好不好 那常常都是因為這樣子 疑似違章建築 然後發了公文 擾亂民心 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惶 這是我要怎麼做 我想這一點 回去做一個檢討 好不好 好 繼續就像我們 胡局長 我想 老屋健檢 未來買賣需要付這個證明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審慎的評估 全台老屋的超過30年以上的戶數高達384萬戶 我們桃園市有25萬戶以上 這代表著可能未來整個台灣將近一半的居民 桃園市可能一半的居民 未來都可能因為這個政策而影響到它的房價 所以這樣的政策到底是不是可行 我覺得我們是要站在主動的立場還是被動立場 我覺得機長你要有一個很明白的態度 你覺得應該站在主動立場 必須要付還是可以付或不可以付 這個你的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第一個就剛提到的這個配套 像我們的資訊揭露的分寸要抓好 因為到底房屋的安全度是屬於應該公開或不公開 這涉及到隱私權 也是要交易買賣的公平 比如說我們常講的 這個我的房子出這個有凶宅等等 這要不要揭露 過去的判例是賣方是敗訴的 所以慢慢這個法律的觀念跟資訊揭露會被越來越深的討論 那我覺得老屋的接關是遲早的事情 但現在因為剛拋出這個方向 應該配套都有在想 那你的態度是什麼 支持 我認為要監禁是比較好 因為民眾習慣說 所以你認為未來30年以上的老屋買賣 必須要付監禁證明是你未來城鄉發 都發局的既定政策是嗎 現在我們沒有訂見 要看這整個配套 我問你的態度是什麼 還是你現在沒有態度 我們的房子都會老 房子結構當然也會老化 我現在問你的態度是什麼 所以你是支持內政部次長這樣的政策嗎 你是支持的嗎 我不會一開始就反對 所以你就是支持 不反對就是支持 也不能這樣說 不反對就是支持 我有問錯嗎 你說你不反對 所以你是支持目前這樣的政策 對不對 不要這樣二分 很多事情就是二分法 不是不要這樣子二分 不是正就是反 不是對就是錯 不是支持就是反對 沒有任何的模糊空間 這是局長該有的態度對不對 不會是這樣子 不會是這樣子 事情正反一定都會有 一定存在的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問局長 你的態度要是 正面支持這個 還是反面是 還是要再思考 三個選項 我現在多給你一個選項 好 如果一定要選 我會說 這個還要再思考 還要再思考嗎 這樣回答我就比較能夠接受 所以因為在政策還沒有完備之下 在民眾還沒充分了解 這樣的訊息之下 還沒有跟民眾做好 充分溝通之下 又加上 影響的付出 這麼多的狀態之下 真的要再思考 好不好 要完備的政之後 我們再繼續做下去 好不好 局長請坐 第二局長就教一下 議員好 新南國中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簽校 很奇怪 我幹嘛問你新南國中可不可以簽校 局長可不可以回答我一下 這跟教育局好像跟你沒什麼關係 對不對 那我還是要問你 121的 那個在121站裡面 用地還沒有開發 土地還沒有取得 那土地沒有取得是你的責任 我是都市計畫還沒有確定 計畫還沒確定 但是三年前就告訴新南國中 要準備簽校了 但是每次遇到校長 每次遇到會長都問我們 問我們在地議員 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簽校 你可以告訴我嗎 什麼時候 要都市計畫確定以後 我們辦 大概還要多久 因為去年就問過你 你也是這樣回答我 到底還要多久 還要讓新南國中的私生等多久 我想都市計畫如果通過以後 我們區段證據來辦你大概三年以內應該會辦好 那現在等幾年了 因為現在都市計畫還沒有確定 還沒有辦法進行區域的工作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確定嗎 局長 你擔任局長一年八個月 九個月的時間點 不能每次議員問你的這樣的問題 你都這樣回答我們 現在中央也是民進黨執政 你要去溝通 你要跟內政務部長溝通 不是左手通過都市計畫 右手再來擋這個計畫 那內政務部長在搞什麼 那你們到底在溝通什麼 現在大概還有兩家 一個中家跟黃家的意見 那現在我們都化局也跟他們在協討當中 如果確定的話 如果他們真的是不同意的話 我們都化局的方案 準備把它剔除掉 我想幾個中立是重要的都市計畫 你要快速通過啦 快速跟中央溝通 不要讓這些師生等太久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王浩宇議員 以及黃沐淑鄉議員 公用時間 謝謝 我想請教都發局長 盧局長好 那個前陣子呢 我辦了很多會堪 那我們大概會堪的都是一些 像龍岡路周邊的一些淹水的點 但是我們想說 幫他申請閘門補助 因為公寓大廈的修繕的裡面 有一個閘門補助嘛 結果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 這個好有 因為現在我們公寓大廈 不是有閘門補助 但是是要與立案的社區 或者是公寓大廈有管理負責人回組 那一開始兩萬塊 我注意去查 我們發現說 不是每個縣市的限制都這麼嚴格的 以台中來說 台中他針對一樓的透天也是可以的 為立案的社區 為成立管委會社區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桃園這個部分卻是嚴格限制的 所以對於這些 一些單一的住戶 眷村老舊的透天來說 甚至透天社區沒有管委會來說 最後都喪失了這種補助的資格 對他們來說非常不公平 那對政府來說 我們要沒有辦法補助閘門的後果 就是我們要幫他做製水的工程 製水的工程說不定更貴 而且更久 所以或許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考慮學習台中 放寬相關的標準 讓更多的一些需要的住戶 能夠獲得相關的補助 這部分再拜託局長回去 嚴你再跟我說一下 謝謝局長 那接著我想問一下 就是社會住宅的部分 我很高興說我們社宅是有 百分之三十的一個名額 那台中有一個勞工住宅 我不知道科長知不知道 那他們勞工住宅是用什麼樣的形式 就是一般的勞工住宅 一般的勞工住宅 對台中有勞工住宅 我不曉得議員您講 什麼形式是建案的樣子 他們的勞工住宅 基本上會用比較低於一般售價的一個價格 把房子賣給勞工 那以台中來說 它是設定在13萬的部分 那我是希望說 除了三成的弱勢之外 其他的部分 是不是再用一些特殊的方式 提供弱勢的家庭 或者其他勞工 或許它不是弱勢 它是中產階級的勞工 也能有能力 或年輕人能有能力買得起房子 這個部分要再研究 最後就是要提醒那個 因為社會住宅 其實也是創造公共空間的 非常好的機會 我們要做游泳池 公有游泳池 也可以在社會住宅一樓座 或者我們可以做公托中 新日照服務等等的 甚至是運動場 甚至是桌球場 羽球場等等 其實只要在社會住宅裡面 好好的設計 我們就可以找到很多空間 來幫這些公共設施找到空間 所以這個部分 希望在設計的時候 能夠優先的評估 然後如果能夠先評估的話 未來在使用上跟規劃上 就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困難 局長有這樣的規劃嗎 有 有 謝謝 我們都會考慮這一塊 讓這個 社會住宅不是只有自己用 讓周邊的鄰里也能夠 因此而獲得正面的效益 會 感謝局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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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申請我們的 健檢或者是修繕費用 那 我說我看工作報告裡面 對於這個 陳立管委會 啊 現在好像腳步有加快點 3個月有71家 有福島陳立管委會 到底我們桃園市 還有多少的老舊大樓 沒有成立管委會 沒有辦法知道自己的安全 自己的見解 是不是能夠符合 這個我們現在規定的 這個相關規定 給跟你說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這半年來 大概透過地方上一些建議跟需求 也協助了福島的四十幾處 所謂以前早期沒有成立的 一些公益大樓的部分 目前近半年來 完成順利輔導的是十三處 那大概還有潛在 還有數百處的這個 舊的這個公益大樓的部分 其實我們還是持續的在 透過地方上把一個調查需求 來進一步的加強協助 那這個腳步是不是要加快 照我們這個花金群 這個政務次長 他講一兩年就要來 推動這樣子的法案 今年立法院如果通過就要推動 那我們這個跟不上這個法令的腳步 你懂我的意思嗎 舊大樓不要說獨棟的 舊大樓你看你這樣子還有幾百戶潛在 可能這還保守 那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安檢 這潛在的安檢 你怎麼讓這舊大樓以後不能買賣嗎 還是怎麼樣 所以是不是要加快腳步 對於這樣子的 那盧局長你現在擔任我們桃園市的 這個都市計畫局長 應該要跟我們中央做一個 比較誠懇的反應 對於這樣子的必須有相關的配套 才能夠 雖然要讓我們的住戶的安全有保障 可是貿然的執行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老屋必須不健檢 那這樣子說實在 老屋已經老了 你還要讓他立即死 這個是對於我們市民朋友 我們所有的持有老屋的住戶不能接受的 這要好好審慎去處理好不好 另外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中立那個交流到貨櫃園區 那個長安物流生活園區 請問一下到底現在進度到什麼程度 朝安有出來 那現在在我們四度會的小組在審議中 審議啊 那個到底要多久時間 大概 說實在 這個那個 說實在 地方民眾的意見也很分歧 很分歧 分歧可是要努力啊 不能像剛才講的 A21站因為兩家人的意見不同 就擺在那邊一年多了 也沒有去努力啊 今天地方 我們有很多法條 協議架構 還是徵收還是怎麼樣 用這樣子的一些 相關法定來 或者道德勸說 讓我們的土地所有權人能夠接受嘛 那不要阻礙了這個 所謂的這樣子的規劃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 我們其實很多規劃都卡在這樣子的 的問題點裡面 那我再請教一下盧局長 對於我們現在區段徵收啊 整體開發都市計畫案啊 常常都卡在我們的 內政部都 這個土地土徵小組的審議小組裡面 那推動的時程喔 常常是 三年五年 甚至更 八年十年 那請問一下 這樣子時程沒辦法掌控啊 那我們又現在市長講的是 所謂的 什麼 基礎建設推動期啊 是不是 因為我們是 最慢升格的一個直轄市嘛 那我們跟其他的五都來講 我們的 基礎建設 我們大型建設 什麼美術館 什麼航空城這些 鐵路地下 我們的區段徵收 這樣子的 要用地變更的案子 常常卡在我們的土徵小組啊 請問一下 如果他們還沒審議過 我們有沒有我們自己的方法 可以來讓我們這些 重大的區段徵收 重大的這個 這個所謂要變更的案子 可以來提前作業 這個我回答一下啦 因為這個是有 剛牽涉到這個 都市計畫的公益性必要線 還有區段徵收的 公益性必要線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內政部審的 都市計畫通過 公益性必要線也通過 也是規定要用區段徵收來辦理 但是徵收小組的話就有意見 還要審查你公益性必要線 這個程序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在今年 我地震局今年6月23、24 有邀請全國的 所有的地震機關來 還有學者專家來討論過 已經我們有達成共識 也就是公益性必要線 應該在都市計畫階段就要確定 在區段審議 如果審議小組的話 不應該再討論到公益性必要線 那個是有另外的一套的一個方法 一套的這個工作要做 不是討論公益性必要線 那個辦法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已經建議到內政部去了 什麼時候會出來 不然我們中立後戰 什麼體育元期啦 什麼客家文創元期 遙遙無期啦 請問一下 還有什麼長生元期啦 最近我也建議市長也要去拜訪一下部長 拜訪而已嗎 對拜訪的溝通 強力爭取啦 不是拜訪啦 當然是努力爭取啊 我那天說請市長帶隊來去抗爭 他說現在不是抗爭不是唯一的手段 其實沒有壓力給我們中央 給我們這土生小組 根本就做不定 不是啦這個本身的程序是設計是有問題的 設計有問題要改嘛 要改我們已經建議上去 這是相關法律不合時令 不合我們的時代 就要把它改掉嘛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錯 好不好 這拜託一下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請劉曾玉村議員 跟呂淑貞議員共用時間 謝謝 好謝謝副議長 那麼請盧局長 是 局長 我們社會住宅的興建的目的 他是為了解決弱勢啦 或者是年輕人住的問題嘛 那麼市長的德政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樂觀齊成 但是我看到了目前桃園區 中路一號的基地 跟八德區 那個二號的基地 都已經這個 立面圖都已經出來了嘛 都已經設計完成 是不是這樣 那我們中立區 位於中山東路四段的基地 其實那個基地的面積非常的廣 它有七千多坪 那麼到現在的進度到底是怎麼樣 你能說明一下嗎 一樣同樣的時間發包出去 為什麼會中立的區塊會比較慢呢 請求負責任 好 這段大 所以我們是用所謂統包啦 統包就是要把所謂統包的標案的文件 訂清楚 現在正在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 那完了之後我們就會上網來 統包是怎樣 到最後到底這個施工 這樣就等於說你給這個承包的人員 給他完全的一個權利嘛 是不是 所以才會 所以你要怎麼做是我們的事情啊 你怎麼可以那個設計 連工程都一起發包呢 我覺得這樣不太合理 要經過市政府的審查 要經過你們的審核 比如說它是同一家 同一個設計 同一個執行團隊 我是覺得齊始工程 你們剛才做什麼老屋見檢 你們工程的監督 如果監督好 有什麼好見檢 對不對 我是認為說 這個工程的部分 跟施工的部分 真的要分開來 我個人的感覺啦 那我想說 因為你們要建這個社會住宅 是非常多元化的嘛 對不對 那我想在中立這個區塊 它有七千多坪 那我們現在很多的公共設施 很難鎖起這個土地 有時候要建個活動中心啊 要建個拖鷹中心啊 就找不到土地 那麼這個需求又特別大 那麼現在那個日照也一樣 不知道哪裡也可以設這個日照中心 那麼我們有這麼寬的土地 那我們在設計上 我們特別要重視到 就是市民的需求 居住者的需求 他需不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要替他先想好 才來設計是不是這樣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中立區的這個社會住宅 它內部有包含些什麼設施 因為它基地夠大 所以剛才議員所提醒的這個公托或親子都會在裡面設置 不單單這樣子 因為我剛剛看了你們的地面圖 其他兩個地方大概是設計13樓左右 13樓左右我想問一下我們這個容積率有多少 這是200 200 容積率是200是不是 那麼我們儘量拉高 讓空間能夠拓寬 就是大一點的空間 我們的立化是不是應該考慮到 然後我們的公共設施 我們要多做一點公共設施 因為那個區塊的住戶 非常非常的密集 人口很多 我想不單單是這個社區可以使用 你別的設計一樣可以用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既然要做 我們就做最好 那麼這樣子 我想說你給別人設計 設計單位又不一樣 我希望你們的監督要特別的嚴格 不要說做了以後才在檢討這裡做不好那裡做不好 這樣子的話後悔莫及 想要改都難 是不是這樣 一做都是好建議 我們都會照辦 還有就是我們剛剛大家談到的老屋見檢 三十年就必須要有一個 見檢的一個證明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煩 我們經過九二一的洗禮 我們桃園市 其實我們的基地 是非常的強硬的一個基地 那我們有自己的房子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危險性 有沒有海沙物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那他自己就會來告知你們 請你們去檢查 那這樣的到目前為止 我們有這麼多的預算 到目前為止 也不過是九百多件 是不是這樣 表示說這個需求並不多 那你看你為了這個影響到未來 我們三十年以後的房子 每一個房子只要你過戶 都要經過漸減的證明 才能夠過戶 那你是不是造成我們自己公家機關的一個困擾 你們承辦單位有多少人 他們的工作已經夠多了 你又來一個這樣的一個工作 給他們更多的這個壓力 給他們更多的工作的那個那個那個 機會是不是 所以我說你們人一樣那麼多 你們還要多做這樣的這樣的事情 做的好不好 是不是真的有有有應付到市民的需求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需要考量的 不是說你們想做什麼 啊講到什麼 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結果呢到後果呢 你想要收拾都很難收拾 那在這裡呢 我是跟那個局長 請局長反應給上面 不要儘量不要說 用這樣子製造 給自己製造太多的困擾 好不好 是 那給李淑貞議員 好謝謝劉貞議員 呃 主養 是 呃我想你是新人新氣象 新來的並不是新人 呃對於我們 今天跟昨天的電視跟媒體都有在講 講這個老屋健檢 我想老屋健檢 最重要的是 學校 學校是最重要的 尤其學校都是學生 而且那早期的學校 很多學校 居然都有百年的 四五十年的 比比皆是 我想我們應該這個老屋健檢 應該從 學校著手 局長你覺得呢 是 是我我我蠻同意 因為這小孩子的安全 這當然有選 好同意就要做 好不好 呃我看了一下你的工作報告 這麼多的事情 請問局長我們局裡有多少人 呃 這麼多工作雖然 多啦但是就是得做 得做沒有錯啊 你你工作這麼多 怪不得 所有的議員都覺得你們做事情像牛布一樣 都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那我想工作報告裡面也看到我們八德區的公營住宅 公營住宅 總共 第一個基地 第二個基地 第三個基地 總共跟它 統統起來 總共有六千四百三十九坪 也就是說有一千三百三十七戶 那目前我們統 統包的工程 還有那個 絕標的工程都已經做得差不多了對不對 是不是 計劃哪時候開始先建 其中八德二會比較快喔 他大概明年初就可以來動工 其實 我覺得這件事是可惜 也是可憂的 八德重劃區 目前有很多的房子 局長如果有空的話 帶著你的團隊 晚上去走一趟 空屋率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你這三期 再建了一千三百三十七戶 我不知道說到底是要叫誰來住 那當然 這是市府的德政 我們一定要給他掌聲 也要給他鼓勵 可是 到後來 建好了之後 招租的問題 才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學問 人家講說 人家講說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告訴你 有錢的人才會有辦法去租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希望你們局裡面一定要好好的用心 不要讓市府的德政 讓一些有心人去租到這個房子 局長你可以做得到嗎 做得到 當然 因為這本來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讓弱勢能夠獲得照顧 很多人其實身上很多錢 財產全部過給別人 他告訴你我一個人 我給你租 租了之後可以轉租嗎 可以轉租嗎 不可以 不可以轉租 那這樣就對了 好啦 還有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中的第三次通盤檢討 檢討這個巴德大南地區這一塊土地是在哪 是哪裡的 那個中華電信這一塊14公頃的土地有在檢討嗎 這就是大南都市計畫的 現在檢討有在檢討這一塊 你所謂的所謂的變更巴德大南地區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 就是講這個中華電信這一塊土地 報告一桌我補充一下 就是中華電信也有納在這一次的檢討 那個方案基本上已經有這個都委會已經有審定了 那我們目前的進度就是做重新的公展 那重新公展之後 如果沒有太特別的議題 那這只有郭友財產局跟中華電信 為什麼還要公展呢 就是說因為這一次的通盤檢討 我希望新的局長新氣象 這一塊土地 民國五十幾年到現在完全都沒有變更 希望局長好好的用心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萬美齡議員以及李嘉興議員 公用時間謝謝 好謝謝主席 那請問一下我們都發局的局長 是 局長我能不能有一個小小要求 就是你的音量可以再放大一點嗎 好 勇敢一點嘛 雖然第一次來備詢對不對 但是應該過去都很有經驗了 那有專業的話我們就大膽的把它做一個打詢的回覆好不好 好 我想今天啊 從昨天啊我們看到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到今天看到報紙寫得更詳細 你看完以後你對你這個政策你是支持還是反對 我剛提過我沒有第一時間就要反對他的意思 但是他需要配套 需要怎樣 他需要配套 配套 那目前看來從昨天的新聞到今天所有的這個報章我都閱讀過了 目前是沒有配套的狀態 那以現在的狀態來看你贊成嗎 現在貿然事實當然會引起很多的反彈 那我也相信內政部都聽到也知道 我相信他陸陸續續會公佈他的配套 那以現在來說你覺得他需要什麼樣的配套 這裡面有所謂資訊那個揭露 那麼另外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健檢的費用到底是算誰的 那有這個認證算誰 那有分證又算誰 消費結婚又算誰 買賣通的權利保障 我覺得這裡面都要說得很清楚 所以我的我的了解是說內政部一開始 因為他要透過立法才能實施 所以在沒有法院狀況下 他應該會是透過實驗鼓勵性的 好 局長很好 比較接近這個事實 所以其實內政部現在提出這個東西很草率的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其實也不意外 那中央政府其實像各個部門很多的政策都是這樣 想到哪做到哪 然後總是去想一些很花俏的事情 或是想到一些華眾取寵 然後不食人間煙火 還沒有配套就出來 所以我們也不意外 但是很高興的是在我們地方的政府 我們的局長還可以想到很多更貼近民意 更貼近實施上面可能會有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這個新聞一出來以後 我可以說在地方上大家是擔憂一片哀鴻遍野 因為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剛剛講的問題還是算小問題 費用誰付等等什麼的 我請教一下 你現在30年以上的這個老屋 他要做這個見檢 尤其是在買賣的時候要提出這個證明 對不對 請問一下他有效時間 有多長 我們都知道今天我要賣房子不是賣菜 我今天說要賣明天就賣出去了 那麼或者是三天後我就賣出去了 然後這個見檢就有效 有可能我這尾賣半年一年兩年 那這個見檢多久才有效 對不對 所以今天有意要這個買賣中古屋的民眾也好 或者是這個仲介公司的人員也好 大家對這個政策其實都非常的憂心看待 原來中央的美意可能是要讓 買房子的這一方 可以無憂的去買到好的房子對不對 可是我們知道現在在買賣中古屋的時候 不管是針對海沙屋還是漏稅 這些比較重大的這些缺失 我們本來就有說要附上證明嘛對不對 如果民眾買到這一些 這個房仲他是要做一些擔保的 或者是退款的 或是退這個合約的 所以我是建議啦 你的專業 我覺得要跟中央再講 美意是沒有錯 出發也是沒有錯 沒有配套的情況之下 現在貿然上路 其實中古屋的買賣 雙方大家疑慮這麼多 整個房市完全都會被打趴掉 是完全都會打趴掉 那我們都知道 中古屋的房市已經是 最沒有這個什麼炒房的問題了 都是民生需求 你把這塊都打趴了 那新成交的房屋 現在房市又這麼冷 惡性循環下 那還得了 我們台灣的經濟就會這樣垮掉了耶 對不對 所以呢 又以桃園來說 這個政策對桃園影響是很大的 桃園這幾年人口的這個變動率 千進千出其實都有 那尤其是新成屋的案件也很多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建設在做 所以從深池橋市開始進來 我覺得房屋的需求率就大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加強的想辦法 去把這個配套往上去講好不好 我一定會 那另外我請教你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這多老屋建議 我們本來也有在做對不對 我們甚至還有這個所謂的都根輔導團 對不對 有 你都根輔導團誰在做 委外 對我們有 委外 委給誰 是不是有兩個單位 我們先 就那麼兩家來招標 委了多少年了 這沒有瓜田裡下的問題嗎 你把這麼大的權力給他 他講難聽 講好聽一點 他是專業 要來幫這個都根做輔導 講難聽一點 我調過這個人的資料出來看 哪有什麼專業的背景啊 對不對 勾搭建商 然後欺壓這個地方 需要做都根的這些民眾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那麼一個案子給他這麼多的錢 他輔導哪一個案子是成功的 目前在輔導的案子當中 哪一個是有進度的 對不對 為什麼要去委外 所以我在想 除了都根輔導團 委外的這件事情 其實你們一直做得很差之外 馬上要來的老屋建建 如果今天落實來做 還不就委外 你們有那麼多的人力嘛 就委外帶來一大堆的弊端 委外把自己的責任 跟全球都委出去了 所以我希望局長 好好評估這一類的事情 好不好 謝謝 普通我們健檢是發大公司 剛才萬議員講了渡公的問題 我想會後 你給我們正確的資料 你那個兩家 到底他 都已經 一直在包山包海 包到現在 他到底有沒有切實成果出來 不要夾著政府的威信 來打壓著這些 要渡公的所有農民 團體 這不好的 我想你資料 公開一點 你讓大家 明明代表大家都會 懷疑 這兩家的背景 我想說 此地無垠三百兩 我想說 把這個公開化 這樣 我想說你剛剛上次 你有魄力嗎 你就把這個事情 能夠透明化 讓我們了解可以嗎 那個所有資料給我們 好 接受我們委託 受我們的監督 這個我會很無視 永遠那兩家 那兩家 到底做出什麼成果 我們也不曉得啊 那你一直委外 委外 現在其實 副市長 副市長 王副市長 我想我們現在 最過敏的就是 我們現在桃園市啊 任何一個集市都一樣 現在委包委外 這太多了 你過去我 我青年事務局 因為他這整個 資金率非常低 那跟他剛上任 那我也好心說 跟他講 怎麼樣做怎麼做 結果他一做下去 通通委外 現在很多的集市 通通委外 委外 我們多了那麼多的員工 我們現在升格過後 將近有 將近接的多少 我不曉得啦 我們一共有 將近有一千多個員工在 多了那麼多人員在那邊 結果自己都不做事 都通通委外 這個委託要檢討一下 我們確實有發現這個問題 真的啊 你看 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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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不重要啦 其實他整個配套作詞 做出來 不會造成名豔嘛 你沒有配套作詞 而且沒有經過產官協 大家研究一下 研議一下 再定案 就馬上發布說要怎麼做 怎麼做 真的會造成 百姓無法 視從 無法接受這個問題啊 那你假如要健檢 要做什麼 我們都會接受 另外 請問 王主長 我代替我 要特別感謝你 我想我們 國宅那些 事實上 很多的問題啊 那我們也遇到很多的 陳情案 那都在你 依克服之下 能夠把這個順利 把它完成 那這次的案子也是一樣 我想說 現在很多 我那天 本期也提了一個案件 因為百姓陳情 168的 去 整個圍樓的問題啊 就是他在後面 那天不知道誰去會看 我們單位是不是誰去會看 我忘記是誰去會看 我希望說 能夠繼續 給他支持 因為那個建商 早就跑掉 二三十年前 蓋了房子 現在整個樓 圍樓 那真的是圍樓 因為他基地下面 天天在大量的水往下沖 那可能真的 你假如今天 政府不供錢力的話 那個樓啊 那六棟啊 會同時會倒掉 會後希望說 你能夠派員 過去了解一下 或者跟本期聯絡 我希望能夠 去那個168公益大廈 那個整個樓層 樓面都有問題 我希望說能夠幫忙協助好不好 我們今天協助 好謝謝 請坐 我們第一個講 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設子期兩岸 那個裝備有沒有定下去 哪一個 設子期 何川 設子期 那個 那個要有 剛才有說過 如果水務局把那個裝備定出來 我們會來配合來 要水務局 定裝 因為那個 你現在整個 河川整個沖刷 都是把所有的河川裡面沖刷 都是老百姓的沒有河堤 都沖 那你只沖光光了 財產都沖掉了 我希望能夠定裝下去 裝定下去 哪邊是河川地 哪邊才知了解 那這個水務局那個是吧 我們跟他一起合作來處理 那請教一下 我們楊梅 楊梅的主任有來 有 余主任 主任 我想說 我在這裡 要特別對我們測量科大科長 謝謝他 但是那事情雖然沒有處理好 我想一件事情 有一個民眾提出 那個見解 結果我們派了好幾組人去 去測量 測量他感覺還不公平 謝謝 好請坐 好接下來我們請郭立華議員 邱樹芬議員邱家亮議員 三位議員共用時間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副議長 那我想請問一下那個我們的盧局長 是 這個今天這個 剛好是你的工作報告 那我想這個我們新聞媒體也很支持你 給你一個很大的議題 這個對於三十年這個老屋見證的這個震撼彈給你 那我想很多議員都非常的關心 我覺得說你要實施之前 有些配套 比較正確的方案 應該要有一個好的這個方案出來 不是說只是接受這個上面的一個知情命令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引起地方或者說民眾造成他的困擾跟很多的民怨 我想這一點一定要審慎評估 那另外比較重要的是 在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我看到了這個 比較關心的應該是我們在爐竹區 我們的五福國小用地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我想這個進度可不可以請你很明確的 這個 跟我們報告一下 這個五福國小這個案子已經其實已經送到地方 剛剛這個杜爾會完成送到這個內政部 那內政部它裡面就會先詢問說 你這個地方的開發方式是什麼 那原來這個市政府設定是用驅增 驅斷徵收 但是因為當地有一些反應說 是不是能改市地重劃 就這個問題 那所以他希望我們再來做一些檢討 那我們也傾向支持看怎麼改 來朝這個民眾所需求來改 所以他目前進入這裡 那之後如果確定的話 我們又回到中央繼續做都計的審查審定 我想這個部分 要趕快很明確的定出你的方向 因為這個我們也看到 南韓國小 因為最主要是它這個是都市 在整個爐竹區算是一個都會中心 那它的成長非常的迅速 所以一時之間在我們這個學校的這個容納 當然有很多偏鄉是缺學生的 但是這裡的學生是已經超收太多了 那甚至都要轉介這個問題 所以五福國小我想它的設置 對地方來講是百分之百的需要 但是在前幾天在9月19號 有個新聞媒體也指出來 我們市議員這個我們劉議員非常關心 他也跟我的看法是一樣的 這個國小的設置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卡在內政部我希望你們好好的 做這一方面的努力好不好 但是也有另外的里長提出來 希望南韓高中簽校把這個校地給國小來用 我想這個絕對不是正確的方法 一個學校的建立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南韓高中目前在整個我們爐竹區的 唯一的一所高中實驗高中表現得這麼良好 我希望你們有好的政策不要影響到教育 好不好 謝謝 要努力要努力 謝謝 謝謝 來再救救一下我們的爐局長 我想我們桃園區是一個很多大樓的一個地方 那今天很多位議員也特別詢問過這個老屋健檢的部分 我想內政部當初他們是為了要考慮到 就是我們建築物的耐震評估 然後做了一個這個安家雇員 就是老屋健檢的一個補助 那我們桃園市政府也在13億多裡面爭取到3億8千萬的這個金額 那在我們桃園區公所9月13號也舉辦了這樣的一個這個 健檢的一個宣導會 那我想這個議題在我們前不久 各地方都在辦這個中秋的這個禮的一個中秋晚會的時候 我也透過這樣的一個機會下去宣導 不過民眾對這樣的一個觀念還不是很能夠知道這些訊息 我們怎麼樣能夠來落實 我想在桃園市裡面 我們超過20年的這個屋林 有總共有23萬戶 那超過2萬棟 那我桃園區裡面當然是應該算是最高 比例應該算最高 但是實際上有這個管委會的 畢竟還是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那我們有所有要輔導他們 這個輔導的成效如何 如果說沒有輔導成功的話 他們可以申請嗎 怎麼來用其他的一個配套方式來協助他們 有這方面的一個計畫嗎 如果他還沒有輔導還沒有成立啦 簡單講就還沒有成立這管委會 那有1 2分之以上同意 那我們也接受也願意來做這個這個健康檢查 你覺得這樣的一個宣導會成效如何 一開始大家真的會有疑慮 就住得好好的幹嘛來做健檢 但是坦白講我是很鼓勵啦 因為這樣的一個資訊只有自己知道 讓自己多了解自己房子 因為房子有一天真的會老 那做一個階段的健康檢查是很好的 那這件事情暫時也不要跟後面 現在今天報紙講的那個買賣交易要先掛鉤 就單純先自己做好健康檢查比較好 另外針對於像我們這個有電梯的一個補助 之前也很經常有那個新聞會說 電梯可能損壞然後會夾傷人或是夾死人的一個問題 也是相對的這個問題 有的他真的也沒有管委會 那有的他也不知道要怎麼去健檢 有的根本也不知道怎麼去申請補助 像這一方面拜託你們多用一點心思下去弄 把我們所有的這些能夠輔導的盡量來輔導 那另外就是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的這個所謂的社會住宅 那我們也市政府非常的積極 說有在10處公營的這個住宅裡面 要提供4000戶以上的這個社會住宅 公桃園市的這來使用 然後來止租不受嘛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寫說最快是中路的這個2號基地 預計在2018年底的時候要來完工 這樣的一個計畫 當然很多民眾非常趨之若惡 尤其對年輕人來講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指標 但是我們這個桃園市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一個都市 這個公民營的這個我們的這個公營住宅 社會住宅裡面 未來考慮到市民的一個需求之外 在我們這些基地裡面 是不是有一些公托 這個是很重要 活動中心或是有的基地比較大的話 我們還能夠增加什麼樣的一些設施嗎 我們有聽取地方居民的意見 同時也跟我們的這個民政社會局合作 如果那個地方有要這個設置這個親子館 或者是公眾中心 那就盡量用我們的基地 因為我們基地裡面可以提供這個公益附屬設施 希望你能夠多聽聽取意見然後幫我們納入 謝謝 就是阿亮議員 議員 我請教請教你喔 申請見戒喔 是不是你們測量人員說了算 他如果不服氣的話還是可以訴訟 不是我們 不是啦我們申請見戒嘛 我們是政府機關公家 那測量人員說到哪裡就哪裡嘛對不對 釘莊嘛對不對 說了算嘛 什麼叫紙戒啊 什麼叫見戒啊你講給我聽 見戒就是兩方面對戒指到底在什麼地方 不是很清楚的時候來做一個鑑定 有第三者 那什麼叫紙戒 紙戒的話就是說 我曉得我的戒指在什麼地方 那兩個人如果指的是不一樣的地方的話 那就有戒指的這個 紙戒你們測量人員要不要到現場 要不要帶當事人去現場紙戒 到現場也是可以 因為他可以啊 那圖片講一講就可以 紙戒不是要到現場紙戒嗎 不是那個如果要紙戒 當然要去現場紙戒 對啊 那紙戒如果沒有見戒過可以紙戒嗎 你教我 現在外條地極圖重測的話 就是要先紙戒嘛 他們當事人先去紙戒以後 我申請見戒 以前有見戒過現在沒有 好你說可以不用見戒 以前見戒過了 測量人員說以前見戒過 紙戒就OK了 我們相信測量人員嘛對不對 測量人員離職了 那現在你紙戒 你現場講這個就戒指 我說了算嗎 測量人員說了算嗎 你沒有見戒過叫紙戒嗎 沒有見戒過的土地可以紙戒嗎 那這個表示戒指還是有結婚 還是有 那可以紙戒嗎 人家老百姓申請見戒 你說見戒過了不用見戒 紙戒就可以了 紙戒是不是你們測量人員要帶著地主 去現場紙戒 就到這個位置這個結庄 但是在雙方面 因為戒指是牽制在雙方面的 沒有人來嘛就是我買的人來嘛對不對 聽你們見戒的嘛 那現在 如果我們見戒以後 現在你們重測以後有糾紛了 要不要賠 叫老百姓 減少啦有增減不找補 他電早就在那一邊 他的那個 電塔早就在那裡了啊 你們測量人員的測量的素質 到現在還沒有進步 一大堆的爭議 測量到後面他離職 你叫老百姓自己去處理 那測量有的素質 我們來加強訓練 那老百姓這樣就受壞 高高線從他土地上面過 誰要賠償 那這個在台隊 地震局長賠償 不是 因為是看誰使用 對啊 這個單紙不能叫老百姓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陳菸議員 徐義樹議員 徐其萬議員 共用十分鐘 謝謝 謝謝我們副議長 我們局長 議員好 現在我們桃園的未來發展 是看航空城 航空城的推動 就是我們桃園國際機場 包括周邊大園 盧竹 中立地區 他現在整體的規劃發展 就看航空城 這個如何來早期的推動 到現在 包括大園交流道的兩段 這個延伸 到台塑五線的這個高架橋 也是要看 這個航空城的推動 那你們呢 從四六九到五月一號 這個整個前期聽證 已辦理完畢 之前你們回答是 在八月底 要將所有的前期聽證的結論 要送給我們這個內政部 躲遞遵守小組委員會 但是到現在 你們還送不出來 問題是在哪裡 我要跟你做報告一下 因為那個 那個 聽證結果的話 那內政 交通部是在八月份通知我們 那裡面大概我們有一些需要 大概大部分都接受我們的意見 那只有一個文化園 那個 黑貓中對基堡白宮那個地方 有關文化資產的話要檢討 那我們現在 從七月十八號開始 我們對地區的話 有一個愛家愛戶的主務訪問 再過來第二階段 有一個問見調查 我們要把這些 前況的調查結果 做一個分析以後 連這個聽證的結果 一起報到內政部去 來審核我們的範圍 我知道你們現在 你們所有的團隊 大家都非常的認真 非常的用心 今天假日呢 他們都在下鄉 來做這個訪事的工作 真的是要給你們地震局 可以肯定 所以大家工作人員都非常用心 但是呢 還有一些我們需要加強的 就是在訪事過程當中 為散家跟百姓溝通 說明的這一點 你們要注意 那你再趕快 將我們的這個結論 趕快要送出去 你沒有送出去後續的 就是整個都延宕 都延宕下來 不過要將一座報告一下 以蛋白區的這個騎乘 還是照我們原來定的騎乘 來再進行 還有我們現在整個 航空城區段 徵收的面積是3155公頃 我們市政府開發的是 1674公頃 我們機場 開發面積是1481 那在我們蛋白 我們市政府開發的 你又要分一期跟第二期 所以說在所有的住戶 所有的鄉親裡面 非常的反彈 一次開發 要同時來開發 不希望見到說有兩期 這個市政府也是反對這樣做的 也是贊成一期一次開發 因為到內政部都委會 把這麼分 才是造成這個結果 那我希望說你們既然 站在百姓的同一方 就要積極為百姓來爭取 不要有這樣分成兩期的一個計畫 因為你道路排水公共設施 同時都要做 包括你整地的話 你第一期完成了 你第二期還在整地的時候 那能造成的污染 可能會相當的受水嚴重 所以說還是希望整體的趕快 做整體的開發 還有我們沙倫產業園區 已經進入到要開發的階段 那你在108.10月31號之前 開發完成 有沒有把握 我們會全力來進行來開發 到現在還沒去做整個 還在報警那個整個都委會嗎 我們現在是 我們那個有一個 內政部有一個 開發許可的審議委員會在審 那現在目前這個 我們進行的進度是蠻不錯的 因為現在那麼28公頃 都大概只有一戶還沒有同意 那希望加緊溝通 加緊溝通 讓我們這個計畫 已經推動蠻久了 趕快來做完成 另外開發最久的 就是我們果林都市計畫 我們果林都市計畫 整個開發到現在 還在進入 雖然已經有辦過 整個這個說明會 公展 公展 但是他的整個時程 還要再拖多久 我們局長 因為他裡面有設計 事實上是都市計畫已經審完了 因為有變動 所以依照規定要重新公展 如果沒有意見 就公告 好 那現在整個 希望你們加加把 因為果林都市計畫 已經將近40年的 再蓋在那邊 可能整個對 地區的發展 現在果林地區的發展 是非常快速 照這樣來講 它是 也整個影響到 我們果林地區 包括周邊的 整體的一個規劃發展 這次希望你能加把 加把勁趕快來做 還有這個老物健檢 這個區塊 很多我也私底下 跟你溝通過了 那在民眾提出的問題 希望說你們能 落實的一來做一個溝通 跟姐姐 幫忙我們所有的民眾 好不好 好 謝謝 副市長 我對不起 我在這邊要請教你一下 就是說現在景氣 真的是越來會越差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我就觀察 那老百姓生活就不好過 不好過 那有些行業呢 是存在很久的一個行業 它比較傳統的 一些產業型的 比如說這個餘溫的養殖 比如說這種高爾夫球練習場 這種都存在很多 現在沒有新開的這種行業 你知道嗎 都是舊有的 但是呢 這個自從這個市長上任之後 我發現 好像在這個 我不知道 我還沒有看清楚 明年的那個稅入 這個罰款的收入 不知道是多少 是不是有增加 但是就感覺上 現在的政府對於罰 好像是非常的勤快在罰 不但是有我們市府的人員 還有約聘僱的下去啊 找一些違規的 這個這一些民眾啊 的一些問題喔 來罰 我覺得 像以我們現在講這個 高爾夫球場就好 我請問一下喔 副市長 高爾夫球場那個草皮啊 那一萬多平方公尺 你這個 所謂農地的認定啊 你你覺不覺得 這個農地 到底閒置的農地 應該鼓勵閒置 還是應該耕種 還是應該鼓勵他 讓他長草 好 那現在 高爾夫球練習場裡面 有一萬多平方公尺的 這個草皮 這個草皮 你說他違規 你不覺得 這樣對老百姓來講 不是很公平 這個題目可能是比較 屬於農業局管理的事情 不過聽起來喔 我個人覺得啦 因為這個還是看法規的規定 那麼假如說能夠維持綠地 那維持這個可以修行的話 其實很好 不過這法規在政府時候 他有原來的規定看要怎麼樣 對 所以您的回答 我覺得你比那一些酷吏 還來得有人性啊 老百姓今天很苦啊 我告訴你 他如果不是因為 那已經以前建設了這麼多了 要把他拆了 毀了 會覺得心疼之外 我告訴你 他早就不想做了 但是呢 一萬你們跟他計算 一萬九千多平方公尺 第一次去 我們就去關心啊 說欸 這個一萬多平方公尺 這個不要計算吧 那如果說 你要去看池塘的話 那是不是放水的那個池塘 也要算違法 也要算違規啊 是不是 欸 那結果呢 去看了之後 他說要罰15萬 好 結果呢 看過了以後 這兩天又收到了 他說喔 對不起算錯了 應該是要罰24萬 我真的是感謝你桃園市政府啊 真的啊 我個人覺得這個資源應該有效的運用 這是大園的 是吧 你這個認定 立法從嚴 執法要有點人性嘛 你不要讓鄭市長去背一個說 市長上來之後很會撒錢 所以呢 現在沒有錢 只好罰老百姓 從嚴 從廣 來罰 這樣老百姓怎麼受得了 這個個案 網費你到處對不對 去辦活動去給錢 你光是這樣 你怎麼給老百姓交代啊 我想許議員 這個個案啊 我來了解一下 看看怎麼樣處理會比較好 是嘛 對不對 這個草皮 你跟他講說 不是農業 我覺得你們真的未免認定 你們有同樣的標準 來要求你們自己嗎 是不是 老百姓現在很窮啊 拜託啊 副市長 我來開一個會來決定一下 包括你農業 地震 你都發 你去研究一下 像這些東西 其實不要說這些承辦人 從學校讀了書之後 只會按照我們的法條 這樣去做事情 那這樣怎麼會不會呢 法條不是我們的目的 它只是工具 那是個依據嘛 對不對 你們還是要有新證啊 還是就就像農民 農民有他很多的一些 一些必須要去採取的一些 這個農業上的 一些技術上的 一些需求 你如果用法條跟他框 是不是 你最好你像農業局也是一樣 最好是找一些有跟過田的人 去當一個承辦吧 是不是 對 要不然的話 人家一個田 需要一個放 放一個肥料 放機具的一個小小塊的 沒有兩平方公尺的 那種石頭 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 也跟人家講說那個不行 那個一定要挖掉 我覺得 這真的是 這個要檢討 是不是 要檢討一下 這個個案 個案 我的意思 是 概念 你們今天依法的概念 能不能讓老百姓 幸福啊 好不好 目的是應該如此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請坐 好 那麼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休息 爹 得 拍攝 許 takeaways 這 通訣 一些 好 拍手 好 然後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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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